朝內的螺芽就是內芽 朝外的螺芽就是外芽 內芽水龍頭需要跟外芽起搏器配對 而外芽水龍頭需要跟內芽起搏器配對 例如寶特瓶的瓶口就可以理解成外芽 寶特瓶的瓶蓋則可以理解成內芽 跟內芽跟一個外芽才能夠鎖在一起 除了內外芽的分別還有螺芽尺寸的分別 像是這兩個寶特瓶 因為瓶口螺芽不同 就是調換瓶蓋是無法鎖上的喔 螺芽尺寸在全球發展出公規、陰規、美規、日規 等等許多令人眼花繚爛的規格 不過別擔心 水龍頭還是以M22外芽及M24內芽這兩種規格為主流 同時這兩種水龍頭 剛好也可以符合Mimbo的芽規 其中開頭的M代表的是公規 M2及M24分別代表的是22毫米及24毫米 要怎麼測量芽規呢? 我們提供兩種方式參考 第一種硬幣測量法 第二種卡尺測量法 如果您的水龍頭是特殊規格 就要使用卡尺來測量喔 首先是硬幣測量法 記住硬幣測量法三口訣 1.轉一轉 2.找到洞洞 3.硬放進去 第一步 轉一轉 將就起波器從水龍頭上拆下來 可使用扳手輔助 第二步 找到洞洞 測量內芽處 也就是說 我們要測量的地方 是內芽水龍頭 跟內芽起波器 第三步 硬放進去 拿出1元、5元、10元、50元 比對羅牙大小 如果1元放不進去 剛好蓋住羅牙為M20 如果1元可以放進去 但5元硬幣放不進去 而且剛好可以蓋住羅牙為M22 如果5元可以放進去 但10元硬幣會大一圈放不進去 為M24 如果10元可以放進去 但50元硬幣放不進去 而且剛好可以蓋住羅牙為M28 如果您家的水龍頭 不是以上四種規格 那就要參考第二種 卡尺測量法 第一步 將就由起波器從水龍頭上拆下來 可使用扳手輔助 第二步 使用游標卡尺要測量外芽處 也就是說 我們要測量的地方 是外芽水龍頭跟外芽起波器 第三步 準備游標卡尺 可以在五金百貨行買到 塑膠至大約50元以內 測量時請用這樣的姿勢測量 並把測量的照片傳給客服人員 記得整支卡尺都要入鏡喔 以讓我們協助您判斷羅牙 如果是Minibo S的用戶 遇到M22外芽及M24內芽的水龍頭 可以直接使用Minibo S 其他水龍頭的用戶也不用緊張 只要透過轉接頭 就可以轉接Minibo使用 可以將您測量出的水龍頭尺寸私訊客服 我們會回覆您 應該要購買什麼規格的轉接頭 如果是Minibo Q的用戶 遇到M22外芽的水龍頭 請選M22內芽的Minibo Q 遇到M24內芽的水龍頭 請選M24外芽的Minibo Q 其他水龍頭的用戶 只要透過轉接頭 就可以轉接Minibo使用 可以將您測量出的水龍頭尺寸私訊客服 我們會回覆您 應該要購買什麼規格的轉接頭 並且因為市面上 轉接M22的轉接頭較多 請選M22內芽的Minibo Q喔 亮面 請選M22內芽的雲頭 請選M22內芽的車